针对守护宜兰工作坊等民间团体的诉求 县府农业处指出 中央新凶政的农舍兴建办法 跟宜兰县的内容都相符合 所以县府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10月9号预告要废止 如果各界有意见 可以在一周内向县府来提出异议 送县务会议来讨论 如果没有任何意见 会正式公告废止 我们在4月7号公布实施以后 在9月整个10月21号 行政院农委会 他已经正式含班 有关于整个农业地 新建农舍办法的 审查的一个经营计划书 以及审查的原则 那基本上他主要的 还是维持十分之九的完整 区块完整为目的 那现在基本上 他整个含班的对于 经营计划书的内容 以及对于农舍新建的 一个审查的原则 大概都跟整个宜兰县所颁布的 农业用地申请的资格审查办法 在配置上面都符合 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则 那我们认为 那个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 所以来正式做一些 做整个预告废止的一个程序 那如果在废止一周内 收集各单位意见后 那我们来做最后 来做整个意见的一个收敛 如果说觉得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会再做检讨 那如果都没有意见 那我们整个就会做一个正式公告